大家好,我是大华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菜是荷兰豆炒鸡干 那么首先我们把荷兰豆清洗干净 接下来我们把配料准备一下 青葱切成端 还有生姜切成丝 切片也可以 然后就是鸡干 鸡干要切片 这样就比较容易熟 切尿加用一些盐味精和生粉 还有放一些料酒 这样可以让它去一下心 好,我们现在是烧开的水 把荷兰豆要飞一下 在荷兰豆飞水的时候 不需要飞的时间过长 这样如果它过长的话 就会影响口感 然后就再烧锅 下油 把那个肉料拉一下油 然后就是重新起锅 然后把那个配料爆一下 把里面挞出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肉放进去 里面挞出汤 表面上 然后加上荷兰豆 生抽 盐味精和汤 最后就是稍微勾一点芡 马上就可以了 这一期的视频就先介绍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